哈喽各位好 欢迎回到这个神掌在澳洲 那在四季长青的昆史兰呀 想去感受一点秋天的颜色 一定要去Tenderfield红叶小镇 那大家呢 从我身后的景色呢 就可以看到 真的是啊不需此行 那四月五月是啊 赏秋最佳的季节 如果您近期要去啊 一定要尽快了 否则叶子就要掉光了 这个小镇呢 距离黄金海岸四个小时左右的车程 您可以呢 从内陆过去走啊 蓝线 大家看我的图 也可以呢 先走M1 到Brand Bay 然后呢 再沙向内陆 还可以呢 去的时候走蓝线 回来的时候走红线 走一个环 那由于啊 车程比较远 所以呢 建议大家住一个晚上 这样呢 会比较从容 所以呢 我就设计了这个 两天的旅游攻略 好 如果您是第一次来的朋友 别忘了啊 点击订阅 并且打开旁边的小铃铛 我这个栏目呢 我这个栏目呢 是一个关于澳洲 户外生活的栏目 那我会呢 每周更新 那第二天呢 一大岛出发 途经 Standstone 那不要走啊 高速稍微管一点 大家看我地图 的黄县 那就进入呢 新南威尔市之前的最后一个昆州小镇 可以呢 在这里吃个午餐 午餐后啊 继续往前开 经过一条小河 就来到这个Lens Park 这里啊 也有了一些秋天的感觉 沿着河道走一走 转上一圈 算是啊 为到Tenderfield的小镇做个热身 然后啊 就可以继续出发了 还有将近一个小时的车程 那我们终于到达Tenderfield的小镇 入住啊 小木屋 我会在视频最后 给出这个小木屋的详细地址 Tenderfield Lodge 就是我们这一次啊 那个定的住宿的地方 看起来非常的漂亮 很有这种小镇的 秋天的感觉 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信箱 现在啊 我们就来泰晋 前面就是有摩托 把夫妇两个人五年前买下来的 花了好长时间把房子里边整修 据说这个Caravan Park的生意很棒 我们今天住的这个小木屋呢 叫做Tenderfield 这小木屋的名字 这边连着有三个这样的小木屋 才都是新建的 看起来非常的好 这个小木屋我是120%的推荐 真的是给了我一个惊喜 那你再来看一下什么样子 这里边呢有一个装着床 对 然后有一个单人床 这边是一个简单的小厨房 洗手池 然后这边有呢微波炉 我还能做一顿水 喝杯咖啡 最喜欢的就是这个窗户 我们可以坐在一个窗户这 喝成一杯咖啡 看看窗外的秋景 而且真的全是纯木 里里外外全是纯木 这就是我们的 这就是我曾经梦想里面的 这一幕的小木屋 这个小木屋是没有厕所洗澡的 不过也没有关系 厕所离得很近 坐在外面看风景也挺好的 可以坐在这 想一下秋景 好吧 有点凉 你小木屋走出来 走一点 就是一个厕所 小河湖洗澡的地方 虽然小木屋不在侧眼 虽然小呢 但是还是非常的整齐干净 这个应该就是有里面在 还三岁的那种木屋 其实说是小木屋 但不是屋子 我们这个住的小小木屋 还是有区别的 但是如果大家觉得 没有安废的里面 不带卫生间和坐在外面 不方便 真得回忆啊 出退一下 给我们收拾 看这个park 真有心买了辆房车 大家看一下这个小镇的地图 我用紫色画了重点的地方 这是我推荐的景点 和赏红叶的街道 那这里呢 就是火车博物馆 听这个村长的 这里啊 绝对值得一去 这个museum进来呢 是要有一个费用 成人呢 是7块5 小朋友呢 是4块 自己往箱子里搁钱 是7块5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看 这是行李箱 这前面是开火车的地方 这就是过去真正的客车了 是头等舱啊 看起来是吧 这里是说该高于海平面2813ft 好多老人也都来参观这个火车博物馆 非常多的回忆 猜他没有 Historical walk 这里面有好多各种各样的机器 然后和这些个黄色的草配在一起 非常有感觉 带小朋友来这里走一走 或者您自己 看一看这些东西 有一种历史穿越的感觉 那如果您来这个博物馆呢 现在不要错过这一段walking trip 对 来吧 这里就是我图上标出的24号Rotary Park 最美的打卡必去的红叶公园 好那因为时间关系呢 我这一期就到这里了 我会在下一期给大家重点介绍 Boulder Rock National Park 这里区别以很多其他的国家公园 有极其特殊的景观 大家敬请期待 听见船长的跟我走 绝对没错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